希望在未来有更多厂商来推出这样子的 有一定尺寸有不错行驶品质 并且外观设计各方面比较不错的 但是呢有刷动力的车型 大家欧气书欢迎回到频道呢 之前和大家分享了这一台来自HPI Racing 推出的Marica Q2 这台车子它是有两款外观 不同的四种配色和两种动力的选项 它的有刷五刷采用的是相同的传动系统 后期升级起来呢 也是代价会比较少一点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我特别去分享 说建议新手可以尝试一台尺寸大一点的有刷 因为我们想要玩的更进阶 想要提升自己对于车子的操控 那么玩一台相对来说大一点的车子 是很容易入门的一个过程 那么速度没有那么快的车子呢 会让你更加轻松的体验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台车子搭载了物灵的12T的电机速度真的不快 只有30公里左右 很多人们说我买个几百块的小车 轻松都有六七尺甚至更快的速度 但是相对来说更大的尺寸和轻量化的设计呢 可以让你体验到更多的场地 它在各种跳跃和行驶的过程中 可以提供比较稳定的一个姿态 你会看到非常丰富的动态 这个对于你去了解一台车子 在真实的物理世界里面去摆脱惯性 进行加速减速和转向的一切动作 有很大的帮助 比如说我们加速时候可以看到 在这个轴向上有车身的滚动 以及是我们转向的时候 可以看到在这个左右的轴向上有滚动 以及你在游玩过程中 轮胎和地面介质之间的变化 产生的抓地力的反应 在这样子的一台相对来说 大尺寸的车子里 你可以很容易的看到 并且它速度相对来说更低之后 你会特别轻松容易的去驾驭 甚至是不小心碰撞到 它也没有那么容易去战损 因为这台车子和无刷版本 是采用了同平台的设计 那么它的耐用度和强悍程度 是完全可以承载更高速度的 原厂有刷速度还达不到说 让你可以做到飞坡空翻之类的一些动作 它的动力储备还不够 如果说更有经验的玩家 你可以直接选择无刷的版本 我们在后面的视频里 也会给大家来做这台车子 无刷版本的一个分享 它的速度大概有70公里左右 我觉得说游玩起来也是非常爽快的 但是我还是很强烈的和玩家来建议 如果说你是初次体验RC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接触更大尺寸的车子 有刷版本其实是很不错的选项 并且还是使用独立的标准电设的 你从有刷升级成无刷这个过程中投入不会很多 并且这些设备在后期还可以继续去使用 但是你的整个游玩过程会更加的绵长 你可以体验的东西也会更多一点 整台车子的重量以及减震器弹簧的磅数和阻尼油的粘度 它有做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让它可以做到很好的吸震效果 让你行驶的过程中有比较不错的操控体验 并且它还有一些改装升级零件可以进一步的提升它的操控属性 如果说你感兴趣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它有不同的一些改装零件可以让你去做一些选择 视频最后做一个简单总结 我觉得说来自HPI Racing推出的MARCO Q2系列 它不是一台那种暴躁定位的大小车 它还是更多的兼顾到了越野行驶的体验的一款大小车 如果说你希望它有更强劲的动力 你可以选择无刷版本 如果说你只是想要去野跑 体验一个在户外游玩的乐趣 有刷版本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而且对于新手来说非常的友好 后期想要改装也有很大的潜力 所以说这台车子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当然我相信有很多玩家更加关注 无刷版本的表现和它的设计细节 我会在后面的视频里单独和大家分享 无刷版本的特色和魅力 OK那么本视频就到这里 在我注意还有更多阿塞玩资讯 我是明七叔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